我是中国蛮人足球国家队的队员 喂喂喂 作为蛮人 这辈子我没有看见世界 但是足球把我带给了世界 一 二 三 二 还是那么点 我是刘某 我小时候是有点观感的 十三岁 突然一夜之间 我的视力就全无了 我们家是属于石林的一个农村 我小时候就是父母去干活 可能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力所能及的能干一点活就干一点 我父母把我送到了昆明马逊上学 突然有一天发现鼠笔在地上滚着我能听了一件响 然后就踢这宽敬视频 哇体育老师 你就看见了 就让我过来试试 第一次踢足球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幸福 这里的大哥们每天都是带着木啊 别动着脚趾在这里 找球自己迷失了方向 然后就围着球等着绕圈 但是确实每天追着球跑也很开心 麻人足球它的弹力比较小 预防在球场上飞起来 它里边有六个铃铛 然后我们是听着这个声音来踢球的 队友与队友之间必须要发出畏畏畏的声音 提示队友我在这里也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对方 参赛的时候还要戴上眼贴眼罩及纱布蒙住眼睛为了公平 健全足球 他们看了健全 心里做好了被撞或者撞别人的准备 像我们呢就看不见 反正就是先跑呗 我们看不见球的飞行轨迹 我们也看不见球的飞行速度 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脚触球 来感受球的快与慢 但是恰恰这个东西它是相反 就是说你脚踢在球上 你感觉发散力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球是有力量没有速度的 但是现在踢球是要求速度快 就是射门那瞬间球速非常快 越快越好 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年龄还比较小 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怕 比赛这个受了伤了就是比较严重 但是我就在想 我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万一我脚在出什么问题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呢 在家里可能休息了大三四个月这个样子吧 然后就去按摩店上班 天天就是休息的时候就想 没有足球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按摩师 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休息上班休息 但是有了足球 这个足球不仅仅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它也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呀 教练也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些 他也安慰了我一些 后面通知集训我也就过来了 刚回到基地的那天吧 大概11点半左右吧 听见我的声音 大家都围在我面前 我当时觉得 我真的回来的太值了 有这些兄弟真的非常开心 就觉得非常温暖 太值得了 有这些兄弟 对了 好吗 就是这个天下 好吗 感谢观看